你们做父母亲的 我这样说 不可惹儿女的气 各位有没有发现 为什么保罗用消极的先讲 为什么他不要用积极的先讲 因为 我们所有的人最容易犯的错 所有的父母最容易犯的 就是惹儿女的气 对不对 这句话 我们所有的父母都会犯上的错 我们跟儿女都是罪人 当然 但是也因为罪 我们有这种软弱的特性在我们里面 特别所以在面对孩子成长当中 还幼嫩 不听劝 无知的时候 或者他们没有达到你的理想 父母亲 最容易犯的一个错 就是落入惹儿女的气 确实我跟各位说 很多父母亲 常会因为不适当的教训方式 而惹儿女的气 然后自己没有察觉到这一点 所以保罗在这个地方特别警戒 父母亲在教育儿女的时候 你先拿一面镜子看自己 你有没有在不符合圣经的态度 或行为教训 来对待孩子 比如呢 像他们过度的学气 过度的严厉 或者有时候用的话有讽刺 或者有羞辱他们 或者是虐待 这些都会给孩子造成很大的受伤 甚至会有一种反效果 那时就算你的教导再好 儿女因为她受这个气 对父母有这个气 他们听不尽这个讯会 他们有些父母对他们的那种 苛刻血气 叫孩子只有领受他们的情绪 但是没有领受他们的内容 你们明白 那个内容 其实人是需要内容 人的理智里面 有这个理性 明白 你的孩子还听不懂 让他明白 他还不明白 所以他不能做 所以他明白了 但是他还是不要做 对不对 还是在叫他明白 各位 你绝对要相信 人不是动物 人不是你给他饭吃 他就听你的话 对不对 人是要明白过来 我这样做对 我这样做错 我这样做 伤害别人 伤害自己 伤害自己所爱的人 明白 对 一个人越来越不想明白 他就越来越像动物 动物就是 有的吃 有的喝 有的玩就可以了 对不对 但是即便是这样 你不能说他已经像动物 他还是人 他还是人 你还是要叫他明白 你要唤起 他理性的那个功能 来知道 知道之后 他的良知会指教他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但是 你如果惹他的气 哥罗西书那边说 你不要惹儿女的气 免得灭了他的志气 你灭了他的志气 叫他无地自荣 毫无尊严 或者受趋的光景里面 你讲得再好 他不要听 你讲得再好 他就关上他的耳朵 有些父母真的带着 对孩子不切实际的一些要求 要不然 就是太过的一些严厉 这些压制不但不会令一个孩子 真正的学敬畏神 或者尊敬人 反而他的内心会对父母产生一种 一种抵触 产生一种叛逆的心 然后他心里充满这个怨气的 不要表达出来 因为他一表达就被镇压 这些东西总有一天 他会借着父母吃惊的 没有想到的那种方式 暴露出来 这也是我们对孩子 过度苛责的结果 所以我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父母 有真的对孩子是这样 现在很多父母是怕孩子 我看是这样 但是我现在先讲这个东西 惹儿女的气 这个地方各位去读 有一些书 改革中的书 有15种惹儿女的气 我这边不用讲 你们自己去 其实有时候 你不用去读这些书 你看你对孩子的整个的态度 其实从你的自己的血气 不合理的理想 你很多的担忧 这些地方出来的东西 然后讲讲讲 越讲就是越他不喜欢听的时候 你没有发现 那时候 然后你慢慢就发现 他关上耳朵 不要听你讲话 或者他 你一过来跟他吃饭 他就走掉了 这个东西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是会发生的事情 每一个人都会犯错 我在讲为什么 因为我们跟我们儿女都是罪人 然后这个罪人 在有利益 或者理想相冲的时候 需要相冲的时候 这是一定会发生 也必然会发生 没有一个父母说 我所要的100% 我的孩子 跟我孩子所要的100% 是一样的 所以你要接受 你们时代不一样 兴趣个性不一样 需要不一样 这个你要接受 但是在你这个接受里面 你要发现 你怎么面对 如果你惹儿女的气 在因为这个地方上 那你就做错了 这个东西 但是我还有发现那样东西 每次我们讲 不要惹儿女的气的时候 有一些父母就认为说 那我们就不要管教孩子 那圣经有没有这样教导 也没有这样教导 所以难就难在这个地方 对不对 我们不惹儿女的气的意思 不是不管教孩子 孩子太过的放纵 任性 悖逆 固执 软上恶息的时候 那是做父母的 你必须纠正与管教的 孩子需要自由 但是也需要管教 没有自由的管教 是伤害儿女 但是没有管教的自由 就是恨恶孩子 圣经是这样讲 所以真言十三二十四说 不忍用杖打孩子的 是恨恶他 疼爱儿子的 随时管教 各位有没有发现 Be careful to discipline 随时管教 Be careful 就是你不要 不用管教了 没事了 这样之后 过后你要管教越南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所以我们都会经过 一个阶段 是我们一直 你有没有发现 那个阶段 我们在养儿女的时候 有一个阶段 是我们天天看到孩子 都要骂他的 你们有没有发现 这个阶段是一定有的 然后你现在想不起 因为已经过了 对不对 但是那个阶段 是我们也很容易会惹他们的气 或者有时候 我们又不管教他们 那个非常难的阶段 就是我们要祷告的地方来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里很清楚说 你要管教他 孩子小的时候 用杖 对不对 但是不是随便 我跟各位说 用杖打孩子 现在这个时代 已经也很多不接受 学校也不接受这个东西 但是既然圣经说用杖 有一个姐妹说 要管教孩子 但是有一定说要用藤条吗 有 圣经讲用杖 不然用什么 用手 还是什么 所以你一定 一定有 所以我不反对 弟兄姐妹的家里面 有藤条 孩子还小的时候 我不反对 但是我反对你们 随便就用杖 因为你自己控制不了自己 你看到藤条就用了 对不对 然后那个藤条 在那个地方 你的孩子也永远是因为 那个藤条才怕你 也不能 对不对 所以我不反对 父母用藤条 在孩子又嫩的时候 如果他从小就很任性 不听的时候 你先要跟他讲道理 你先要使他明白 他错在哪里 各位 很多父母亲告诉我说 我打了孩子之后了 然后我问他 为什么我打你 他们 十句九句都是错的 他不明白 为什么父亲生气 他不明白 所以很多孩子 是在被管教的时候 没有被教导 父母没有使他明白 父母只有在 很生气的那种光景 然后来打孩子 管教孩子 没有用 所以孩子 只有怕你的疼边 只有怕你的教训 但是他没有听进 你管教他的内容 是什么 请大家好好想这个东西 各位 然后 你跟孩子 讲道理 使他明白 最后任性 你要管教他 这个杖 到一个年龄 你发现 也用不来 对不对 特别孩子 我通常发现 圣经没有讲 但是通常已经过十二岁 这样的时候 用杖打孩子 也是给他 一个很大的伤害 对不对 可是那个时候 你要管教他 因为在孩子 越来越大的时候 你很容易看 你越来越难 管教他的时候 你说让神来对付他 让他自己去碰钉子 你会讲这句话 对不对 让他自己 但是神又没有 给他碰钉子 那你就很难了 神你又不给他碰钉子 那他又不要改 因为神说什么 那个钉子就是你 你有责任要管教他 他错在哪里 对不对 那特别 他特别非常任性 不听劝的孩子 父母必须以坚定 有原则 还有一致性的态度 来管教儿女 我再讲一遍 坚定 有原则 和一致性 三样东西 三样东西 这个很重要 特别情绪化 特别任性的孩子 你的坚定 No means not No Yes 这样 Principit 一定要有一个原则 各位 不是 被他的情绪影响 然后第三 你一定要一致 你昨天是这样 你今天是那样 很难 你明白吗 所以 如果你没有这个 Firm Principle and Consistent 那你一定是被 他的任性 跟他的情绪 会带动 你们教孩子的时候 他很不愿意读书 不愿意什么 给你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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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但是你要 Firm Principle and Consistent 但是不要学习 明白吗 这个很重要的 那你觉得已经过分了 明明是懒惰了 明明是不听的 任性的 那你一定要 这个三个原则 一定要用得清楚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个方面 然后 有一些父母 他们在孩子 很难管教 他渐渐长大的时候 对他们束手无策的 特别当我们 很无助仇凡的时候 我们很想放弃 教养孩子的过程 我们很想放弃 这也就是说 其实通常很多父母 到一个地步 他讲 I don't care了 讲这个东西 是因为你之前 你对他过度的严厉 过度的期望 然后他全部不做的时候 你就完全放掉 这个两极的那种反应 其实是父母亲的 一种受伤来的 你们听得懂这句话吗 父母亲受伤 我对他这么期望 对他这么好 为什么他这样 对我 算了 我什么都不管 你发现吗 你这两极的东西 就是说 你已经沉不住 孩子的软弱 在你身上 所以我跟各位说 在这一点上 我们真的 要独处 孩子的一个责任 是我们要放在心里面 有时候 孩子因为你管教他 或者教训他 他不喜欢你 你很难受 我问各位 你爱孩子 需要孩子喜欢你吗 我问你 你爱孩子 需要他喜欢你 他不喜欢我 我受不了 因为心理学说 要跟他做朋友 现在不要讲 做敌人了 我跟各位说 没有一个人 喜欢管教的 没有一个人 喜欢教训的话 但是你的职责 你作为爱他 保护他的父母 不是叫他先喜欢你 你是先要这样 圣经怎么说 做儿女的要怎样 听从父母 你的职责是要他听从父母 不是叫他喜欢你 他不喜欢你 但是你还是要听从 对不对 这一点是你心里面的一个很坚定的原则 所以他对你怎样 情绪什么东西 你心里面是 你要坚定什么东西 你因为他不喜欢你 你就留情 什么东西都不要管 还是什么 让他去 他就越来越早 越来越早 对 那你说要管到几时 那你们有没有问过 要管到几时 我跟各位说 圣经里面 没有讲那个年龄 我们做父母的 对孩子一辈子都有责任 但是圣经有给我们一个 二十岁的年龄 是很重要的一个关卡 你们明白吗 二十岁里面 圣经说 在以色列人二十岁的时候 他们都要去当兵 对不对 都可以去当兵 所以在民书记的时候 你会看到那一点 然后二十岁的时候 我在立位记看到 当一个人将孩子献给主的时候 那个固定的价格 就是说 我要把孩子献给主 他不是立位人 对不对 后来我献给主了 那个价格 这个孩子的价格 你要忽然间 父母亲改变主意 就是说 不许愿了 我以前也许愿了 但是神说 你已经许了愿了 所以如果你要把这个孩子 又带回来 不献给神来使用的话 那个固定的价格 二十岁到六十岁是最贵的 五十克勒银子 对不对 之前是什么 三十克勒还是二十克勒 我忘了 所以 二十到六十是一个人成熟 最合乎主用的一个年龄 是在那个地方的 对不对 所以 二十 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 你们记得以色列 他们向神叛逆的事情吗 在旷野的那个事情 他们向神叛逆 然后不愿意进迦南地的时候 说神把我们带到这个地方 来杀我们 这个话的时候 神说什么 神说 凡二十岁以上的 都不能进迦南地 所以神在这个旷野四十年里面 只有存留摩西约素亚加勒 还有二十岁以下的 所以换句说 二十岁之后的 这个人 他要为自己的行动 自己的信念 要全然负责 所以我们国家的法律 也有这个叫minor 对不对 minor 我们说这个孩子还在minor的时候 犯了什么法之后 还是叫父母来 跟父母讲这个东西 然后父母 他听不听你的话 什么这些东西 他还是minor 但是他到一个年龄 我们国家是十八岁 好像是 他就要为他所犯的 全部要负责的 如果这个罪犯是要打三条腾鞭 也是一定要打三条腾鞭 这个是一定的 但是圣经我看 这个civil law 民法 他要承受民法的 完全的责任 是在二十岁以上 所以在你的孩子 二十岁以上后 你还是要教 但是你只能劝 孩子这个不好 孩子这个不对 但是在二十岁之前 他向你造反 任性 什么东西 你不能说我不管 我管不了 这个绝对不能 你们听得懂这句话吗 所以那个责任在你的身上 那个责任在你的身上 所以我是认二十岁 我每次跟我孩子说 二十岁 他们说你要管我到几岁 我说二十岁了 按着圣经 按着圣经的话 之前你想都不要想 你自己要做什么东西 我自己以为这样可以 这个东西 就二十岁了 你可以不听 但是我还是要管 就是这么简单 因为这个责任在于我 所以你很难的时候 你一定要遵照圣经的原则 很多父母难的时候 就不去找圣经 就在那边纠结 然后看环境 看反应 看什么这个东西 你遵照圣经是没有错的 因为你一遵照圣经了 神的权柄才会 借着你彰显出来 你不遵照圣经 你看环境 看情绪 看反应 看什么 没有答案 你自己没有权柄 你们了解吗 很重要的话 所以 不要惹儿女的气 不要对她特别的苛刻 不要羞辱她 不要拿她来给人比较 不要讲那些 伤她的自尊心的东西 但是 这个不代表你不管教她 这是很重要的话来的 你要训练她 锻炼她 很多方面的事情 管教呢 不只是只有骂她的事情 管教 训练她 锻炼她 她懒惰 不求上进 训练她 锻炼她 这些东西 是很重要的 很多父母亲 每次给孩子学钢琴也是一样 到一个地步也好像不能了 这个真的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当然这个是另外 我们不能每一样东西都说这个 你二十岁之前你要学完 有时候也要看 你有很多的东西要教导孩子 rap 肃炼她 我不 conseguir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